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不正经娱乐小哥 杰小豪 今天又来送大家来看电影了 至于看哪部电影呢 请先耐心的把我们的影片看完 我在公布题目请大家回答 你喜欢看好莱坞的大片吗 我很喜欢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很喜欢 只是这些外来片呢 来到台湾总是要取一些中文名 然而呢我们的电影公司都很可爱 会取一些特定的名称 配上特定的演员 比方说阿末史瓦辛格 我们想到的就是魔鬼系列 基努里维就是捍卫系列 里奥纳多就是神鬼系列 还有一个词你肯定听过 这个演员你肯定也会聆想到 那就是终极系列 想到终极就想到的是布鲁斯威利 地表最长光猴老布 最近这个光猴老布又有新作品了 叫做终极异世界 这个名字好像蛮常听过的 不过它中文名词也有改变不一样 这个异世界的事呢 是吞续的事 剧情大纲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在外太空 有一群外星活师 准备要入侵地球 而老布呢身为这个军中啊 血星上将 要担任起捍卫地球的角色 所以这一回呢要上太空去打活师 所以再来我们还看预告片 这个老布在影片当中 到底被这些活师打得有多惨呢 是SIM的感情 有什么事 有你过去做一个军 jump before 我 有 你居住在红队 你居住在红队 居住在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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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第一次规格 你的第一次规模 你的第一次规模 你叫Ford 军状 他将军一部 造成一部 装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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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repare Cuba Power And in the event of first contact, humanity must strike first to ensure the continued survival of our species Clare You can't just surrender Nobody surrenders It's not the first thing The first thing The first thing The 5th of the planet and the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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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one is the most powerful And in the宇宙 So the effect of the planet They've added a lot of skill And in the video, you can see Do you think they have a little bit of equipment They have a little bit of an眼熟 像不像是阿湯哥里面的明日编辑一样 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 那么讲到了老布 他人家说啦 他这一定算是一个烂片之王 跟那个尼可拉斯凯奇可能是有的拼了 但这一部不一样啦 大家呢给他一点机会去看一看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来送的就是这一部电影啦 题目是什么 题目我现在还先不会讲 请继续看下去 因为呢我还有电影要跟大家来分享 讲到了活诗啊 这是这几年很多电影都非常喜欢用的题材 最近最有名的应该要算是这两部 布莱德比特的《末日之战》 还有《孔流的施速列车》 讲到《末日之战》呢 因为这部片它是一个大成本 而且是全球卖座的 也就是因为这部电影让大家开始觉得 哇原来活诗不一样了 因为以前我们讲到活诗 它是你知道动作比较慢的 数量也没这么大 每几年呢 韩国推出了这个《施速列车》 比这个《末日之战》呢 更让人压迫 更让人恐惧 因为它的场景更小了 它是在一辆高速列车上面所发生的 速度一样没有再变 而且他们丧尸的爆发力呢 整个更强往前冲 所以在加上空间很小的情况之下 一群丧尸跟一群真人要互相来争 所以那个时候的激烈场面 惊心动魄 看到正是血脉喷张啊 真的很替他们紧张 也因为《施速列车》的成功 不仅是它有第二集演出江洞源主演的 同时它的授权呢 也被好莱坞给买下来 要来翻拍好莱坞的版本 希望好莱坞翻拍的版本 不会让大家太失望 因为每次都这样 很多这种国家的好片 经过好莱坞在翻拍之后呢 味道总是会有一点点所谓 我们希望不要 好啦 那么讲完了丧尸 最重要的这则影片 就是要送大家来看电影 看老木的终极异世界 很简单 请问 请问 请问终极异世界是由 哪一位好莱坞大明星所主演的 够简单了吧 地表最长光头就它了 请问 终极异世界这部科幻片 是由好莱坞哪一位大明星所主演的呢 知道答案的 赶快上中天快点TV写下来 这样子你就有机会可以抢先看咯 我是简小豪 聊电影我们下次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Diana